干净世界和YouTube的朋友们好 欢迎来到眼线快评 我是唐靖远 这一次去加拿大的国家公园度假 没有想到就留给我最深刻的纪念 不是一大堆绝美的照片和视频 而是当地极端干燥的气候 在这个嘴唇上留下这么一点后遗症 不过我相信朋友们支持我 并不是说因为我这点毫无特色的江湖形象 而是因为我们这里有一个可以畅所欲言 大家相互交流观点的平台 那么今天我们要先和大家来聊一聊 刚刚开幕的杭州亚运会 这一次的运动会 它不但在经济上要血亏 这是成为定局 它在政治上也很可能会成为 中共最后的会蒙诸侯的一次末日聚会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它释放出来的不祥之兆实在是太多了 首先就是亚运会和中共的衰亡 其实它从一开始就有着某种密切的联系 早在1990年 当时北京是第一次举办了当时第11届的亚运会 它的会徽就是用这个罗马数字 就是11来进行了一个变体进行设计的 那么这个会徽 它早在1986年就已经定稿 并且被这个组委会就给公布出来了 然而在经过了1989年六四北京屠杀事件以后 所有人都赫然发现 这个会徽如果把它反过来 从反面看 它实际上就是阿拉伯数字六四二者的一个组合体 而在它正上方的那个红太阳 就被视为是一滴鲜血的隐喻 那么8964我们都知道它是中共建政以来 在民主化浪潮之中遭遇的第一次严重的亡党危机 而正是因为这一次的危机 中共就从毛泽东时代延续下来的 那个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统治合法性 它就已经丧失殆尽了 就是你屠杀人民嘛 那么当时邓小平他为了保党 就被迫在屠杀以后 进行了一个大规模的经济改革的开放 就是把中共的统治合法性呢 从政治层面政治领域 正式转移到了经济层面 经济成就这个之上 然而谁都没有想到的是呢 30多年以后啊就风水轮流转了 习近平他是认定 是因为经济开放会导致了新的亡党的危机 那么为了保党呢 他要重回毛泽东路线 而他那个所谓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终点呢 很有可能就将在这一次的杭州亚运会之后 假然而止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我们从正面来看 这个1990年亚运会的那个会会刚才说了 他很容易就会发现这个罗马数字11 他与汉语拼音中 习近平那个习XI 他是完全一致的 也就是说呢 如果说在1986年 所设计出台的这个亚运会的会会 他已经预兆了中共在1989年 他的合法性会彻底的丧失 那么他其实也同时预兆了习近平 将会是最后的那个亡党之人 所以大家是不是看到这儿 有感到了某种不可思议的巧合的一点震撼呢 或者说感到的某种其心也亚运 其亡也亚运的神秘的宿命感 当然呢 就是我不太相信这些宿命说法的朋友们呢 尽可以把它当作是一个纯粹的巧合的故事来看待 这个没有关系 但是呢 我要告诉大家的是啊 就是历史的巧合 而且它是不止一处的巧合呢 往往在它的背后呢 都意味着冥冥之中的某种天意 我们很难用现代科学来解释它 但是在中国这个传统的文化之中 它从古到今就从来没有断绝过 对吧 就像那本从宋代就开始流传至今的推背图一样 它对后世许多重大历史事件的人民地民的准确的预言 就让很多人都是深感震惊的 这个可以说也是一个客观的事实 好的 在我们和大家继续讨论这次杭州亚运会之前呢 我们先暂时插入一段工商服务的信息 就是在最近呢 各地特别是在中国又有新的疫情的出现 在秋季呢 它又到了这个肺部疾病的一个高发期 那么需要大家保护好自己的呼吸系统 那么根据传统的寒医学理论呢 就是肺呢 它是五脏六腑之首 鼻炎呢 哮喘呢 还有就是皮肤病呢 它和重症肺病 其实都是源于自身肺部的激热所引起的 那么本期节目的赞助商就是扁康丸 它是清肺的一个天然的保健品 它可以帮助恢复扁桃体的功能和肺部的健康 从根本上来调整这个肺脏的技能 那么目前呢 扁康丸已经是帮助在全球有超过16万的鼻炎 哮喘还有皮肤病以及肺部疾病的患者 都有恢复了健康 他们有大量成功的案例 当然有需要了解这个详情的朋友呢 就可以直接的登录扁康丸在全球服务中心 唯一的官方指定的网站 点击右下角专家咨询就可以进行一些这个咨询 当然你也可以拨打热线 因为扁康丸呢 在世界有多个国家都有提供客服的热线 包括在北美 台湾 香港 日本 新加坡 澳洲 欧洲 还有中国大陆等等都有 另外呢 还有一个好消息呢 可以通知大家 就是这一次扁康丸的发明人 徐孝希院长呢 他是首次在加拿大要举办一个健康讲座 时间是定在9月30号 也就是周六的上午9点到下午5点 地点呢 在多伦多北公园大道的喜来登酒店 届时呢 徐院长啊 他不但有精彩的讲座 同时观众朋友们呢 也可以就是对你自己 关系的问题 去当面向这个徐院长去提问 而且现场幸运的观众呢 还可以得到有这个徐院长签名的 世界人的健康保健书一套 名额有限吧 就是欢迎大家都提前报名了 而且预约报名者呢 在现场还可以免费获得 贬康传统医学奇迹的一本精华杂志 报名的电话是8002105501 我再重复一遍 报名的电话是8002105501 欢迎感兴趣的朋友们呢 赶快抓紧时间去提前报名 好的 接下来呢 我们就把话题回到今天这个主题是杭州的亚运会 在亚运会上出现了另外一大亡国之兆 毫无疑问要数就是头号党媒人民日报 他自己高调的发表了南宋诗人林申的那首提灵安底这首诗 对吧 尤其其中日 《卵风勋得游人罪只把杭州做汴州》 这一句诗呢 是直接的用北宋灭亡的教训来讽刺当时的南宋朝廷 最深梦死 不知亡国将至 那么他与这次杭州亚运会极力的来粉饰太平 几乎是如出一辙的 而这两天呢 在网络上被议论的最为热闹的一件事呢 是在9月23号的晚上 当时呢 就有杭州市民前往这个亚运会开幕式的这个体育场啊 到他的对岸去 想要观赏这个开幕式的焰火表演 结果发现在手机里所谓直播正在燃放的这个绚丽五彩的烟花 在现实中的体育场却是一片安静 什么都没有 没有任何的烟花在燃放 那么相关视频在网络热传以后呢 迅速的就引起大众的大量的议论 而该视频也在一天之内就被迅速的下架了 随后呢 就有多家这个官方媒体开始出面来发文洗地了 就声称说杭州这次第19届亚洲运动会呢 它的开幕式是改了这个食物烟花改为了数字烟花 目的是需要以此来传递一个绿色环保的理念 中共它什么时候突然如此认真严格要搞绿色环保的呢 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是不信的 对吧 当然呢 有朋友会认为说中共有可能真的是没钱了 所以只好打着环保的名义来压缩节约一点开支 但是呢我觉得恐怕不是这样 因为本次亚运会啊 它的花费已经超过了2000亿 它能够收费的成本呢可能还不足100亿 就是刚才我们说它血亏是注定的 大家要知道啊 即便是在当年08年这个北京奥运会 那个规模可要大得多呀 它一场30分钟的烟花秀的 它也只不过是花费了大约300万元左右 所以呢你想以习近平他这种要彰显自己大国盛世的喜好 你说一场亚运会是吧 搞个烟花秀 这点钱几乎就是不算钱的 所以呢在我个人看来 杭州亚运会它突如其来的取笑了这个烟花的表演 恐怕呀 它还是和习近平对烟花火箭这一类东西 那个空前的忌讳是密切相关的 因为谁都知道吧 火箭它最原始的雏形 就是从民间的烟花爆竹延伸而来的 所以你看这个话题我们怎么讨论 他都脱离不了习近平他内心对火箭 对弓箭的这种恐惧 当然在重大的这个节庆假日啊 需要燃放一下这个烟花爆竹 烟花爆竹来助兴 它原本可以说是一个正常的行为 但是呢就是中共它偏偏来跟大众要玩弄了一把猜谜 你以为有这个象征盛世繁荣的烟花秀出现 结果呢这个盛世繁荣它只不过是一片虚无 所以我们用佛境中一句有名的话来说 就叫做如梦幻泡影 对吧 这个就是我想起啊 在《红楼梦》中啊有一个典故就是贾元春嘛 他是回家醒亲他的过元宵节的一次家宴上呢 贾母当时就带着大家说我来制作灯蜜啊 这个每一个人出一个灯蜜 结果呢贾元春他所制作的谜语呢 谜底就是爆竹 贾宝玉的爹贾正呢 在当时就从这个灯蜜之中就看出了不祥之兆 他就私下里盖探说了这么一句话 说良良所作爆竹 此乃一想而散之物 就是大不祥啊 果然原非醒亲之后呢 贾府就迅速的败落瓦解了 最后是落得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这么一个结局 那么另外我们看到还有一大不祥之兆呢 或者说是被广泛热议的一个事件呢 当然就是杭州临隐寺的正门大开 铺设了一个红地毯来迎接客人这件事 其实啊早在9月21号的时候 当时就有网友在这个社交媒体上面就发图爆料了 就说杭州的临隐寺从他的入口开始 就铺设了一条红地毯直达这个寺庙的正门 而临隐寺的正门常年都是关闭的 从来不开的游客呢 都是只能够从侧门才能够进入寺庙去游玩 那么到了22号呢 就是叙利亚的总统阿萨德夫妇 就在杭州官员以及临隐寺方丈等等 这些僧侣的陪同之下呢 就从这个红地毯走入了临隐寺庙去参访 那么根据这个网传的视频画面就显示出来 说这个阿萨德夫妇啊 他们两人不时的向周围的人群挥手 同时还用中文你好来打招呼 到了这个大殿之内呢 他还与游客呢有一些互动交流 这个巴萨尔夫人呢 甚至还被这个游客摸他的脸来夸奖 说你很漂亮 然后呢 这位夫人就回应说 你们的国家也很漂亮等等 这个安排他其实是非常的诡异的 为什么我们说他诡异呢 因为谁都知道 就是阿萨德他是公认的一个残暴的独裁者 在2017年啊 当时习近平访美总统还是川普 当时川普就特意在和习近平举行晚宴的时候 就通知他说 美军因为叙利亚的政府对平民和儿童使用了毒气 从而就发射了战俘导弹轰炸了叙利亚 当时的习近平一听到他就有点发懵的 但是呢 他还是就回应川普说了这么一句话 说呀他理解在有人屠杀孩子的时候呢 采取军事行动是有必要的 也就是说呢 习近平他对阿萨德的这个 这个人他的国际形象 一个屠夫 他其实是一清二楚的 他邀请并且安排这样的一个人去参访佛寺 那么习近平他的意图何在呢 难道说他想让阿萨德来放下屠刀 立立成佛吗 这显然是不合常理的 对吧 不太可能 而且更加不合常理的是 阿萨德我们都知道 他是真正的唯一的一个 从本国来到杭州出席亚运会的 征资格的就是外国元首 而且呢 是习近平派遣包机从中国出发 前往叙利亚 把他给接过来 承担了一切费用不说 还绕开了所有制裁阿萨德的国家 就是辗转非常辛苦啊 最后是从巴基斯坦入境到了中国 如此的费尽周折 他固然是习近平 他需要一个国家元首啊 来为亚运会来撑一下场面嘛 但是呢 他突然安排一个原本是极端的穆斯林的信徒 他去参访一座有1700多年历史的佛教的古寺 你怎么看都会觉得这透着一点古怪 对吧 而且更加古怪的是 杭州人呢 都知道 说这个林隐寺的镇门呢 它是从来不轻易开放的 自古以来 说只有皇帝到访的时候 他才开那个镇门 而历史上最后一个走镇门的是 康熙皇帝 根据当地的传说呢 就说当年在乾隆皇帝 他下江南的时候啊 曾经有去微服私访这个林隐寺 结果僧人不知道嘛 就没有给他开这个镇门 因此乾隆呢 他就回去以后 就下了一道圣旨 说以后啊 永远都不准开镇门 那么这个传说 他的真假 我们现在无从考证 但是呢 林隐寺这个镇门 他从来不打开 这个却是一个事实 在中共建政以后呢 林隐寺 他的正门 也就只在1983年 为一个人打开过一次 这个就是邓小平 所以这样的历史渊源 这样的典故 不要说在万里之外的一个 中东国家 一个穆斯林 你就是在中国生活的大多数人 你要不是杭州本地人 恐怕都没有几个人 知道其中的奥妙 知道这些典故 对吧 所以呢 阿萨德这一次的参访林隐寺呢 他只能是习近平 一手安排的 大家带来一个问题了 为什么习近平要特意的安排 一间与皇帝有密切关系的寺庙 让阿萨德去参观呢 我觉得唯一一个合理的解释 就只能是 阿萨德其实 他是被特意安排用来掩人耳目的广子 大家就知道阿萨德啊 要论他现在的地位啊 充其量就算是中东一个小国之王吧 但是呢 一个国王的概念 他和中国过去皇帝 他恐怕还不是一回事 对吧 他还差着一个级别了 那么习近平不远万里的把他请来 还给他这么一个 他自己都可能不一定懂得的一个特殊待遇 是很难用常理来进行解释的 所以呢 我觉得呀 林隐寺的这个红地毯 与他洞开的正门 他真正迎接的主人 恐怕只能是秘密去参拜的习近平 阿萨德呢 他只是明面上 为了平息大众议论的一个党剑牌而已 那么习近平他为什么要去参拜林隐寺呢 有什么特殊的 是因为根据当地网友的爆料啊 说在林隐寺内呢 他供奉着这样一块中共国运的牌位 当然这块牌位呢 不知道是谁所立下来的 但是呢 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下面 这个牌位上面 他写着国机永固繁荣昌盛 人民康乐世界和平等16个字 在最下端还有路位 两个字是清晰可见 就是功名利禄的那个路 我们此前其实和大家就有讨论过 就是习近平他相信推背图的预言 他相信风水啊 龙脉啊等等 这些都是党媒 而且还是头号党媒 曾经是公开报道过的 但是呢 毕竟呢 这些党媒 他们当时都是以第三方的角度 有点遮遮掩掩的在报道 在说 那么如果说习近平这次 他公然他尽妙去参拜 去跟某个牌位去上香 这种操作对一个标榜自己是彻底的 无神论者的社团组织来说 他怎么看都还是显得有点太扎眼了 对吧 这个就是我们一直在和大家说的 中共他的邪恶之处 中共的历代党魁呢 其实他们都是非常相信这些神秘玄学的 但是他们却年复一年地对这个民众进行无神论的灌输和洗脑 这个就是我们所说中共它是靠谎言立国 而这种谎言其实它的目的只有一个 它就是利用所谓的无神论把它当做一个工具 把所有其他的宗教啊信仰等等全部都摧毁都破除以后 他在强行的让大众把中共以及中共的党魁 视为是唯一的神唯一的教以及唯一的教主教宗 在我外处的这一周呢 可能大家都看到新闻了 就是中共在军队之中的这个风暴是越挂越猛的 不但说国防部长李尚福出事 他已经基本被坐实 连军委第一副主席张又霞 据传也受到牵连啊 说是被监控了 就连专门负责抓人的那个军纪委书记张声明 他自己也都被传出事 传他已经被抓了 为什么呢 就是原因也很简单 张声明不但他的姓名里面带公 是吧 有异军人身带公嘛 而且他也是火箭军上将的出身 他等于是犯了双重忌讳 此外呢 在几天前啊 就是日经亚洲这个杂志 这个媒体 他是再次的刊发一篇独家的消息 说呀 在邓小平时代的老军头 就是池浩田 他过去也是国防部长 还是兼这个军委副主席呢 他与曾庆红在北戴河的会议上 是站在一起的 去再向习近平进行了无声的施压 那么这样的一个举动 他就不但意味着 邓江两大派系现在是合流了 他也意味着军中的实力派 他是开始公开的反对习近平 所以习近平走到今天呢 我们看到他只能够靠就是 学习斯大林搞大清洗 来求得那么一点安全感 但是呢 我们都很清楚 大清洗呢 他只会是一条不归路 而且啊 对习近平来说 他有可能还会面临着更大的一个麻烦 而这个麻烦就是 蝙蝠石正丽给他带来的 根据这个香港南华早报的披露呢 就说 武毒所的专家石正丽啊 还有他的团队在今年七月份的时候 在一家英文期刊叫做 新兴微生物与感染 发表了一篇新的研究论文 就警告说 全球必须要做好冠状病毒再次爆发的准备 这篇论文就表示说 有鉴于新冠病毒曾经在全球扩散 所以呢 冠状病毒在未来有可能会再度引发一个大规模的疫情 而在论文之中呢 石正丽的团队就声称说 他们已经评估发现 是40种的冠状病毒具有感染人类的概率 并且认定有过半数的病毒存在的高风险 此外呢 石正丽团队还已经确定说 有六种病毒可以传染给人类并且治病 而还有另外三种病毒会传染给其他的动物 大家要注意 就是值得注意的一点 尽管石正丽她的这个研究 就是她这篇论文是今年7月份就发表在英文期刊上的 但是呢 这篇论文直到本月9月的中下旬 才在中国的境内引起了注意 为什么呢 因为最先报道她的媒体 就是中共自己操控的南华早报 而且无独有偶啊 就在一周前 英国的金融时报呢 就有报道说 WHO就是世卫组织的总干事 谭德赛 谭书记 他呢 据说已经书面要求北京 要提供更多的有关新冠病毒起源的信息 并且呢 要准备派出第二批专家组 要进入中国去展开这个病毒溯源的调查 据他说呢 原因是什么呢 他说只有世界都知道了 这个病毒的起源究竟怎么回事 才有可能会阻止下一个病毒的传播 所以大家看到了吗 他不偶然吧 就我们对中共的了解 说为什么亲共的媒体 他会自己主动的来公布 石正丽团队 他的最新的研究成果 他所发出的这个警告信息 那么他在很大程度上就已经说明 也许中共啊 尤其是中共当局 没准他们已经发现了一点什么了 他们已经知道可能大事不妙 但是呢 他又不好明说 同时呢 他们还担心啊 在将来会被继续质疑说 他搞这个人工合成病毒等等 所以呢 他就干脆来个先发制人 先发出一个警告 为日后如果说真的是来了新一轮的病毒的大爆发 先行切割一下责任 表示就是跟我们没有关系 我们还警告你了 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呢 你会看到 谭德塞的第二次病毒溯源调查这个要求 他和石正丽发出这个警告 在时间段上几乎是再次的巧合的 是同一个时间段 所以他是不是说明WHO也有可能已经知道了一些什么东西呢 就像我们刚才说的 巧合多的呢 他背后恐怕就有某种必然存在了 好的 今天呢 我们暂时就和大家聊到这里了 谢谢各位的观看和收听 我们下次再见 谢谢大家